民族情怀 两岸脉动 全球的华人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2月14号 农历新丑年11月11 欢迎大家收看两岸头条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美国手握金融王牌 加大经济援助施压洪都拉斯维系 与台所谓邦交 洪新政府态度暧昧 台军称美日军舰常态护航台岛应对解放军 美学者称美国未来将不遗余力阻止统一 美众院外委会主席计划明年1月窜访台湾 还扬言称不怕中国施压 中方曾回应与台独勾连如皮肤汗术注定失败 好 首先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随着尼加拉瓜宣布与中国大陆复交 痛击美国在拉美的政治影响力 台湾当局所谓邦交国也仅剩下了14个 舆论普遍猜测 洪都拉斯可能会是下一个与民进党当局所谓断交的国家 据外电报道 为协助民进党当局稳固在中美洲的所谓邦交国 美国准备出手增加对洪都拉斯新政府的经济援助 以确保将其绑在美国的战车上 而洪都拉斯新任总统卡斯特罗也从竞选时表示 将与中国大陆建交再到后来通过幕僚改口称尚未决定 到如今又称并没有打算与台所谓断交的多次转变 我外交部对此表示 相信这些与台湾保持着所谓邦交关系的国家 同中国建立或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详细内容请看本网记者张明的综合报道 据台媒援引外媒报道 被称作美国后花园的中美洲国家之一的尼加拉瓜 选择与民进党当局所谓断交 并与中国大陆复交 深深激怒了美国 为了稳住宏都拉斯等一众中美洲国家 在中尼复交之后 美国国务院在第一时间发布声明 指责奥尔特加政府 根本无权让尼加拉瓜 退出所谓美洲国家民主大家庭 也无权做出与台湾所谓断交的决定 声明还称 美国呼吁所谓民主国家扩大与台湾的接触 由于尼加拉瓜做出与中国复交的正确政治决断 美国担忧恐引发所谓骨牌效应 被预测下一个可能与民进党当局 所谓断交的宏都拉斯成为关注焦点 宏都拉斯即将上任的新总统卡斯特罗 曾在11月大选前表示 若当选就会与中国大陆建立正式关系 美国白宫官员日前表示 只要宏都拉斯延续与台湾之间的所谓外交关系 那么美国将持续增加 对宏都拉斯新政府的经济援助 白宫拉美工作小组执行主任 郝加德表示 美国将通过必要的援助手段 确保与宏都拉斯之间形成稳定的外交关系 如果事情有变 美国可能会通过金融途径 向宏都拉斯方面施压 更何况 美国手上还有一张王牌 即宏都拉斯大部分的外债 都有美国金融机构持有 在卡斯特罗成功当选宏都拉斯新任总统后的第一时间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也发出贺电 并讨论如何加深美红关系 美国高层行政官员11号透露称 白宫已准备对卡斯特罗的新政府大幅增加经济援助 卡斯特罗政府成员也表示 会维持与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 但也有成员雨待保留 称未来仍可能正式承认中国大陆 目前正在为此研究 有外媒称 在尼加拉瓜与中国复交后 台湾当局仅剩的所谓邦交国 多为太平洋 加勒比 拉丁美洲 与南部非洲的小国 大多都接受大量的外援捐赠与贷款 因此特别容易被中国大陆所谓诱惑 针对外电污蔑尼加拉瓜 是因提供经济援助而做出复交决定的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表示 中尼负交是政治决策 绝不是交易筹码 尼加拉瓜决定同中国负交 是出于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 是一项政治决断 没有任何经济前提 汪文斌强调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 也是一个再明白不过的道理 世界上虽然还有那么几个国家 仍然和台湾保持着所谓邦交关系 但这是台湾当局大搞撒钱外交 不顾台湾民众的福祉 也是由于美国不断向这些国家 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力 相信这些国家迟早会遵循 50年前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第2758号决议精神 同中国建立或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 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更是时代大势不可阻挡 综合台媒报道 台防务部门副手防茂红13号 赴台立法机构备巡时声称 针对近来解放军军机军舰频繁入岛巡航 台军方均密切掌握 并透露美日军舰也常态化所谓护航台岛 此外日前美国国会山日报网站 发表了一篇报道 文中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 并鼓吹加强所谓威慑 以阻止解放军武统台湾 美国知名学者也称 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 将不遗余力地阻止大陆统一台湾 详细内容 请看本网记者尹赛南的跟踪报道 一段时间以来 解放军常态化派遣军机军舰 在台岛周边警备巡航 引发岛内舆论忧虑 台防务部门副手防茂红 13号赴台立法机构备巡时声称 对于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区域的相关动向 台军方均密切掌握 在被问及解放军在相关区域活动时 是否发现美日军舰出现在附近 防茂红回应称都有 且证实是常态性 而面对解放军军事实力的快速增长 美国对所谓威胁和假想的状况 也甚嚣沉上 日前 美国国会山日报网站发表一篇报道 大肆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 并鼓吹加强所谓威慑以阻止解放军武统台湾 报道认为 由于美国本土位于8000英里以外 因此地理因素将会成为美军一大障碍 在冲突开始时 大多数美军轰炸机相距甚远 尽管水下待命的攻击型核潜艇能提供帮助 但由于其费用高昂 美海军根本无法动用足够多的潜艇进行作战 报道声称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 美国防部可能需要考虑在今后5到10年内 从现有预算计划中转播数十亿美元经费 用于部署包括小型无人机 大型无人潜航器 以及防区外反舰导弹储备等 同时 加大队台军售 包括智能水雷 陆基反舰导弹 以及分布式侦察和通信系统 以提高台湾所谓防卫能力 此外 应环球时报之邀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王义为与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 约翰·米尔斯海默 进行了一场深入视频对话 米尔斯海默表示 从美国角度来看 台湾具有巨大的战略重要性 在中美博弈中起到关键作用 他声称 在可预见的未来 美国将不遗余力地阻止中国大陆统一台湾 对此 王义为回应 孙子兵法中有句名言 不战而屈人之兵 在未来的某一天 当中国足够强大 并有足够实力震慑美国 不再干预台海问题时 美国一定会放弃台湾 对于美国频繁炒作 所谓大陆军事威胁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 此前曾表示 台湾问题事关中方核心利益 中方强烈要求美方信守承诺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以免进一步损害中美两国两军关系 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决心意志和能力 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外部势力干涉 和台独分裂图谋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另据岛内媒体引述美媒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 米克斯日前受访表示 他计划1月率团所谓访台 并声称希望与蔡英文见面 报道称 米克斯还刻意强调 即便中国大陆施压也不会取消 对于美议员窜访台湾的挑衅行为 我外交部曾回应指出 一切同中国统一大势相对抗的冒险和挑衅行径 如同皮肤汉术注定以失败告终 请继续看记者尹赛南的报道 米克斯叫嚣 拜登政府与其他美政界人士 已清楚表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那就是所谓与台湾站在一起 他扬言 美国将努力确保台湾拥有所谓自我防卫能力 若中国大陆试图武统台湾 我们会认为这是个天大的错误 在被问及是否担心大陆方面施加压力时 米克斯声称不会害怕 并强调其窜访台湾之举是所谓的正义 没人能威胁停止 早在11月期间 就曾有多位美国参众议员分两批窜访台湾 并大肆发表错误言论 针对美方种种挑衅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此前曾明确回应 我们敦促美方有关议员认清形势 与台独势力勾连是危险的游戏 同台独一起玩火 终将引火烧身 一切同中国统一大势相对抗的冒险和挑衅行径 如同皮肤汉术注定以失败告终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两样头条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在中国台湾网头条号 抖音号 快手号 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动 提出您的宝贵意见 再见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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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